在湖南淮化晨溪县 每到端午节前后 这里的瑶族群众 就会以糯米为主料 腊肉做馅 外果粽叶笋壳来制作粽子 形式枕头 故而被人们叫做枕头粽 采摘粽叶和笋壳 洗净后备用 在糯米用清水泡好 加入适量碱水和盐 把腊肉切成一块块 小长条形状做馅 一片笋壳上铺排四片粽叶 用小碗把糯米均匀 倒在粽叶上 上面放三至四块 小长条形腊肉 再倒上一层糯米盖住腊肉 将周围的粽叶和笋壳包裹 用绳捆扎 这样一个枕头粽就做好了 因为腊肉包到粽子的话 它会更加香 因为腊肉都是我们自己 椰制了两三个月的腊肉 把包好的枕头粽 用小火慢煮14个小时 使糯米腊肉和笋壳粽叶的味道 完全融合 煮熟后的枕头粽 每个种业一斤多 吃上一口满口醇香 每年端午节前后 陈西县的瑶族群众 都会在家里背上枕头粽 招待客人 如今 当地的枕头粽 通过合作社发展成产业 并在网上销售 卖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 实现总销售额三百多万元 请不吝点赞订订阅